说到台独大家呢除了想到现在的蔡英文之外 其实从当年李登辉抛出两国盾 再到后来的陈水扁 事实证明这些人呢他们自己都说 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那么明明做不到明知不可行 为什么蔡英文执政这些年来呢 还要不遗余力的来走以武俱统的台独道路呢 蔡英文的这个渐进式台独 就是实质上去制造 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 然后尽可能切断台湾跟中国的关联 就是他们的目标 首先是否定九二共识 那既然你对台湾一中的法律框架 做了自我否定 当然不会去承认在这个基础上 跟大陆建立的九二共识了 接着是在文化上不断的搞去中国话 蔡英文2000年的时候公开说过 她说她自己在文化和血缘上是中国人 但是她为了权利就把自己给否定了 比如说他们怎么做呢 降低国文课本里面中国古文的比例 把中国的历史稀释到东亚史里面 变成东亚史的一部分 让台湾的下一代忘记 自己传承的是悠久的中华文化 然后呢 华侨他们不肯说 改成说桥名 因为他要把台桥跟华侨分开 然后台湾故宫里面 明明有排队展览都展览不完的 满满的中华文化宝藏 他们却说我们要搞故宫台湾化 他们看见中华航空啦 任何跟中华中国有关的字眼 都是眼中钉 都想把它去掉 然后发现怎么去又去不干净 像这些文化台独的案例 基本上是庆竹难输的 他们还搬出转型正义的大帽子 意思是说 要帮很多过去的错误来频繁 但是这个大帽子底下 其实在搞去良奖去国民党化 去良奖去国民党化之后 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清算否定 过去国民党对台湾的治理 然后跟中国就可以完全切开 那他们明明知道 法理台独是做不到的 那接受了台湾这套框架 他还要继续搞 比如说在护照上面 就放大台湾 缩小跟中国有关的文字 在法律的正式名称上 明明没有台湾 他就要在所有地方 都要加上台湾 最后还宣兵夺主啊 本来跟中国中华有关的字眼 就变成罪字了 然后这些宣誓要捍卫一中法律框架的人 最后就成为了破坏者 那就是这些事情啊 明明知道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你还不断的做 跑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去 不断冲 不断的撞 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呢 台湾就不断的内耗 这内耗之后呢 明明本来走得通的路 就被你搞到走不通了 请问这么做 对台湾好吗 请问这么做 真的有意义吗